大陆两会4号5号陆续的登场 在昨天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举行了记者会 新任全国政协大会 新闻发言人刘洁一 首度亮相聚焦经济的议题 未提两岸关系 人民群众提升生活品质的消费需求 蕴含着巨大的潜能 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展望未来 我们经济任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良好基础和有利条件 经济长期向好态势 将持续巩固和增强 前景光明 针对外界最关注的大陆经济问题 刘洁一表示 从这几天很多各地的政协委员 来参加会议 大家谈及春节出游热潮 包含了冰雪哈尔滨 古城卡石 人潮涌动 可以观察出来 民众消费需求 酝酿寒带巨大的能力 这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针对2024的发展 刘洁一表示 大陆政协将持续的围绕 稳刚扩就业 保障就业稳定 另外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 清理拖欠企业欠款的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以数据安全为由宣布将对中国大陆制的往年汽车展开调查 而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则是对此提出了警告 假设美国路上有300万辆中国车 北京能让他们同时熄火 不过雷蒙多这番的言论也引发了美国网友的质疑 他也表示中国制造的往年汽车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 而且雷蒙多在采访中还坚称 美方调查和中美经济竞争无关 而是为了保护汽车行业的工人 包含了美国公民的安全 他也指出针对拜登这次针对中国网联汽车所进行的调查 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才做出的决定 美国副总统克锦利3号呼吁加萨立即停火 并且强力敦促以色列增加援助流量 以减缓解巴勒斯坦人民的不人道情况 还有人道主义的灾难 根据了媒体引述路透社指出 这是截至目前美国政府高层领袖 呼吁以色列缓解加萨局势最尖锐的言论之一 赫金利在阿拉巴拿州赛马一场纪念血腥星星期日的活动中 呼吁哈马斯接受释放人质的协议 以便展开围棋六周的停火协议 让更多的援助进入加萨 并且提到目前在加萨的毁灭性的情况 像是加萨人民正在挨饿被迫吃树叶或者是动物饲料 这样的条件是不人道的 因此呼吁以色列政府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 大幅增加援助流动 这没有任何的借口 5-3-2-1 2-1 4-1 4-2 2 4-1 5-2